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需要的花费 甚至于跟这名飞行员等重的黄金差不多 由此也可以看出飞行员的培养是多么的困难 但是不知道大家是否发现过一个细节 那就是空军飞行员几乎全部都是清一色的军官 几乎没有一名飞行员是普通的士兵 这也让不少人在猜测 是不是普通的士兵就不可以成为飞行员了呢 事实上 关于普通士兵成不了飞行员的情况 当然是不存在的 毕竟 即便是在杠的军官 其本身都是从小兵一步步爬上去的 而在空军的飞行员序列中 之所以很少会出现普通的士兵 其原因也非常简单 那就是飞行员的培养周期是比较漫长的 而一般的普通飞行员 其服役的周期只有短短的两三年 而这些时间显然无法让他们成为一名优秀的飞行员 要知道 如果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飞行员 需要经过大量的学习 同时还需要去专门的航校进行学习 在毕业之后才有资格进入空军部队服役 再加上一般情况下 士兵在从航校毕业之后 基本上都是学士学位 而在成为飞行员之后 其本身的军衔都会是中卫以上级别的军官 所以自然就没有普通的士兵了 当然了 如果非要当士兵 也并不是不允许 但是飞行员又不是傻子 自然不可能放着好好的中卫军衔不要 非要做一名普通的士兵 要知道两者之间除了等级上的巨大差异之外 在薪资待遇方面同样有着不小的差异 自然不可能放弃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使得目前世界各国的空军飞行员几乎都是军官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